好接下來呢我們要來看到這個是萬方醫院 因為呢這個周玉寇啊 他就是被人家說 你是不是就是請了這個萬方醫院的醫師 來到家裡進行這個PCR裁檢 是不是有一點使用特權了呢 那當然大家昨天也在討論說 他這個行為是不是有點特權 在今天早上這個台北市議員參選人徐正文 他在今天早上就到地檢署 去按鈴控告萬方醫院的 家醫科主任林英卿 他覺得說這個林英卿 你有可能涉嫌賭職 你們是不是有濫用公權力呢 他們說要來查清楚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到這個就是周玉寇的爭議了 對他就是請醫生到家裡採檢 那其實大家都覺得 怎麼好像流程不太對勁 那其實在昨天的防疫記者會上面 疫情記者會上面 陳時中就有被問到這個問題 那他說針對周玉寇的行為是否違法 那他表示他其實在記者會上 都一直沒有正面回答 而且還以之前的感染來舉例 最後才表示可能邀請法制單位再做研究 畢竟是民主社會的關心度也是很高 25日的記者會成了20幾分鐘 陳時中終於被問到周玉寇的特權篩檢正義 他展現超強記憶力 有一位高中生跟一個確診 在坐公車的時候 他們有足跡的重疊 有一位台南的 台南的年輕朋友 到苗栗吃仙草兵 陳時中背出好幾個案例 證明在傳染源有疑慮的時候 確實可能在多次採檢後排除確診 可是阿中部長啊 大家關心的是周玉寇 憑什麼有醫生到家PCR呢 陳時中只承認 疾管署有下令替周玉寇赴驗 至於是不是道府服務 應該是台北市衛生局要負責 好不 那假設是他善制約醫生到家裡 有沒有違反傳染病防治法 這總該歸你管的吧 對我可能要請法制的單位再研究 不過因為我們現在自費 還有一個自費採檢的一個部分 不過要請法制單位來做這方面的研究 好周玉寇爆出採檢的特權爭議之後 雖然他出面澄清 當時其實他是要搭防疫計程車去的 但是因為人手不夠才自行聯繫了醫院的醫生到家裡來採檢 而對這樣的說法宅醫生 周玉寇認為這是哪來的外星邏輯啊 周玉寇在臉書發文表示針對防疫計程車人手不夠 全台灣的人都是一個字在等 結果稱防疫計程車不夠 難道嘉醫科主任人力就很夠嗎 夠到可以專程跑到你家來採檢 這是哪種外星邏輯 另外他還質疑這個嘉醫科主任到周玉寇家有沒有穿全套防護衣 這樣不就增添了防疫染疫的風險了嗎 他直言世界上最噁心的特權就是自以為不是特權的特權 因為特權如開水一樣 周能你不能 周能台灣任何人都不能 每個人都會變老 但要變得更噁心真的是很難 好我們剛可以聽到其實宅神朱學衡的痛疲真的非常的酸對不對 對蠻酸的 那其實周玉寇今天也被問到宅神朱學衡對於他的批評他是怎麼回應的 我們來一起來聽一下 關於宅神朱學衡他其實又一直又一直批評你啦 說說你這個是世界上最噁心的特權啊 又說你這個是外星人的邏輯啊 如果如果等不到防疫計程車大家都是用等的嘛 那你怎麼 但他很不諒解你請醫生到家裡這樣子啦 你對他沒有評論就對了 因為像他其實還講到說什麼 又另外又發一篇啊 又說什麼 又提你的年紀啦 然後又說啊 你做這個六天前做評論 蛤 弟弟 沒評論 還是沒有評論啊 沒評論 沒評論 我沒有時間浪費評論 雖然他說沒有評論 可是呢周玉寇他今天早上節目的時候 他就炮轟說這個新北市長侯友宜 到現在都還不好好調查這個醫院的這個採檢 是不是他的檢體有受到污染 所以才會一開始第一次採檢的時候 是呈現PCR陽性 甚至他直接炮轟說侯友宜根本就是個草包 我覺得侯友宜是一個大外行 我告訴你侯友宜不只外行草包 無知 沒有同理心 沒有領導力 周玉寇非常的不滿 說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接到侯友宜的電話 給他一個說法 痛疲侯友宜不但是個大外行 還沒有同理心 而侯友宜被記者問到 周玉寇公開痛罵他是草包的時候 則只有簡單回應了謝謝兩個字 好 我們K號資深媒體人周玉寇 他其實蠻氣氛還直接痛吧 新北市草包這件事情 那其實周玉寇 他覺得自己是被烏龍確認 結果沒想到他這說法 其實就被新北市的衛生局來打臉 他氣得向新北市喊話 學學人家台北市長柯P 不要用政治的語言 來指責我這個受害者 衛生局已經說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疾管術現在也說跟他無關 那萬方醫院說這是醫生個人行為 所以如果把它合起來解釋就是說 比較善意的解釋 周玉寇跟醫生有私人的交情 那醫生願意去家裡幫他做 這樣解釋就好了 柯文哲曾罵周玉寇是防疫最大的困擾 但他25號在防疫記者會上表示 對於周玉寇的特權爭議 自己會有善意的解釋 醫生到家PCR是個人的行為 希望這件事到此為止 柯P的善意讓周玉寇很受用 他要新北市照侯友宜 以及衛生局官員好好學習台北市 負起責任 仔細調查他的檢體遭到污染的問題 而不是用吵架式的回應 用政治語言來指責他這個受害者 有所以要不要違和護照 敷衍會長 發佈 還是 擁抱 阿神